说到疫苗接种在运输业和工厂制造业后 建筑业接种计划今天开跑 新冠疫苗特工队最近允许种植业员工 加入接种疫苗行列以外 目前当局正在和零售与旅游业 讨论和规划实施疫苗接种计划 负责协调疫苗接种计划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海里 金角和工程部长南多斯里·法迪拉 巡视设在工业发展局会展中心的接种中心之后 向记者表明这是因为种植业 在全面封锁期间还在运作 因此有必要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目前当局正在和零售业和旅游业 讨论扩展接种计划 并依照国家复苏计划分阶段开放的进展而定 另外工程部长法迪拉透露 雪龙和布城建筑业员工接种计划 上个月21号开放登记后 不到24小时就已经被抢空 当局已经申请额外20万剂疫苗 准备在槟城、柔福和彭亨 落实第二阶段接种计划 满足百万名建筑业员工的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